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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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再一次让赵薇上了头条 明镜做资本家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但是明镜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甚大 稍有差错就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为三位大杂 重拳出击起了震慑作用 公众人物不能用钱 不作非为控制资本 近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 和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 发布中国影视明星社会责任研究报告 得分指数从三个维度就行评判 专业作品 公益慈善行动以及个人品行 报告通过辨西文 国益百名影响最大影视明星 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关情况指出 2018年影视明星社会责任指数 平均得分仅略29.9分 徐征以78.08分的指数得分位列第一 而范冰冰和陈鹤则以零分垫底 从表中看出徐征第一可能没太大争议 无论他的专业作品还是人品都还不错 而且他老婆小桃红做工艺事业 给他加了不少分 倒数第一应该也没多少争议吧 但是也不少有争议的 捐献近百所学校的古天了 才的19.76作品 评价很高的胡歌才的3.57 我们的星爷倒数第三 星爷都惊呆了 从几位大嘎被处罚 到发布中国影视明星社会责任研究报告 都体现了国家开始对影视明星的约束 偷税漏税 操控股票 天价片酬 国家正在整治这些乱象 也希望明星们多对公益事业的支持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学亮的 他们也懂的是非 形象好自然会支持你 形象差就没人会搭理你 此文作者原创 复制粘贴道文者将被举报 欢迎大家评论转发 谢谢 谢谢 谢谢